又回到我们摩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的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朋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摩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我们就讲一讲 这个无妄之灾是什么事呢 很特意,这只狗仔 也不是狗仔 也是中狗,也不算是最小的 那是什么事呢 原来这个摩尔多瓦也是最新的欧盟 候选国 他的 叫做摩尔多瓦第1犬,或者第1狗 发生的失控 失控 真是破坏气氛 居然 突然之间失踪了到访的奥地利总统一夜 当然本来就打算开开心心 因为摩尔多瓦总统 桑道也是一位相当亲欧的分子 欢迎来自奥地利的范德贝伦 我想到 这只狗仔 居然是破坏外交礼仪 突然之间失踪了他一夜 最搞笑的是 这位总统先生也挺大量的 他就很纷纷大量 你不能跟你狗仔计较吗 难道叫你 鸽了他吗 没可能 其实 这两个国家的总统在摩尔多瓦总统府散布时 奥地利总统就拍下桑道的狗狗 桑道的狗狗 叫Fallouda 没有想到被人吞了 之后 桑道立刻用英语 向这位总统道歉 亦都说 哎呀 因为人太多了 他害怕 他对了 直至后 澳地利总统出席时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是 打了这个 浸 因为你知道给狗狗要小了 一定要 那其实右手 都纏住了崩打 也不是是小的 他就说 我也理解的 每个人都 知道的 我都很喜欢狗的 所以我理解他 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兴奋 他后来也送了小玩具给这狗 原来摩尔多瓦第1狗 本来是浪浪,没有家 亦是因为有次交通事故被桑道救回去了 其实他缺了一条腿 交通事故后就缺了一条腿 当然后来会拭心照顾 我们看看这次为什么奥地利总统会去 还有斯洛文尼亚总统也会去 为什么?因为这件事反而是更加大事 为什么他不是斯洛文尼亚 可能觉得他仁慈 因为奥地利总统是个伯伯 因为奥地利总统是个伯伯 原来 为什么呢?就是说欧盟的事 因为 这个冯德内恩真是大胆 连摩尔多瓦是敢谈判的 他也敢谈判的 他也敢谈判的 这样很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已经有个国家说明 全部都不让你进入 是什么呢? 匈牙利 匈牙利总统说 乌克兰不行 乌克兰不行 摩尔多瓦就不行了 其实现在为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开绿灯 令到大家都相当地紧张 因为很可能引起新一轮的分裂 之前 桑道这位摩尔多瓦总统 和阿基尔扎尼斯基 亦都在八学的时候说 我们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是历史性一日 但是 在这个乌摩 因为现在他们捆绑一起 乌摩两个国家还未完全满足 在欧盟改革建议之下 其实欧盟对于为这两个候选国 正式加入欧盟谈判 开绿灯 其实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想不到这个奥地利总统去 可能他也是 想着要让他进入 让这个摩尔多瓦进入 那摩尔多瓦其实就是 欧洲 是最穷的国家 你究竟多少钱去协助呢? 云得好 要很多 是的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个国家加进欧盟的阻力 客观上是没有减少过的 当然你硬让他进入也行 但是 之后会否更多一个脱勾呢? 因为大家觉得我整天这样援助你 我真的不得了 当然了 为什么摩尔多瓦也能进入呢? 因为其实他也是 慢斜变 我也不想这么说 他三月份的时候就跟乌克兰 一起代表 乌克兰二月份底他就三月底 到去年六月 欧洲议会 梅塞拉 这个也是 欧洲商会什么? 梅塞拉 加 是 冯德来恩 梅塞拉所 掌控的议会 当然他议长来不是掌控的 但是他也经常是 很支持这些国家的 有时候 是狗支持的 但是对于新疆的 他也是很支持的 当然是支持是制裁中国 他也说过 是捍卫 穆斯林的利益 但是 巴勒斯坦的事件 他就当看不到 而且 他是 他是无上限 撑意识力的 你说 这些是不是商标? 大家心里面有把情的 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 呼吁立即 授予摩尔多瓦候选角的地位 立即? 没有听错吧? 是候选角而已 6月23日是候选角而已 但是 都已经很诧异 乌克兰也不行的时候 摩尔多瓦差得近 同一天 其实 欧盟 亦授予两个国家的候选角地位 但是 对他们分别提出了要求 当然 摩尔多瓦 就给乌克兰的改革 还要多两项 要九项 其实 今月的 8号 当然 欧盟委员会 在 2023年 入盟年度 评估报告当中 亦都建议 是要给摩尔多� 採取关键措施之后 摩尔多瓦 在 採取关键措施之后 就给他 进入入盟的谈判框架 欧盟委员会 亦都将会在明年3月向欧盟 的另外一些 机构 递交两个国家 即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 关键措施进展报告 其实欧盟委员会 冯德瓦说 很有信心 对于摩尔多瓦 这个国家也有信心 但是根据报告看到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 并未完成 欧盟要求的 改革多项措施 为什么 他又有信心 为什么 冯德瓦又会有信心 未完成 我真的不知道 其实 乌克兰 有七项报告 有 好像只有 两项 但是 反复 去寡头化 保障少数族裔权力方面 仍有工作要做 他说得很好听 冯德罗瓦当然 他要找政治光环的 好听 摩尔多瓦就在 欧盟建议的九项措施上都取得重要进展 包括全面司法改革 反腐败机构 的 改革 和去寡头化行动 打击有组织犯罪 还有 公共财政改革 但是 仍然需要完成 是司法改革 并且进一步是反腐的 当然 今年12月 最新消息就说 圣远各领导人 就会 是正式 这样 这是 欧盟的消息 会正式批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 但是 你说这句话 有人就不愿意了 就是匈牙利的总理欧尔班说 哦 入盟得 还差 几岗年 那么长时间 很幽默 很幽默 没错 其实我觉得他才不是勾奸 真心说他才不是勾奸 靠他撑住是吧 是的 可能冯特朗瓦知道 确实过不了 先说大一点 先拿回光环 其实这个欧乌战争也使得欧盟东抗的进程 是突然之间 猛进的 摩尔多瓦也 不断地递出橄榄枝 大家都递橄榄枝的时候 当然是可以 因为桑道 是挺亲西方的 同时也折射出 欧盟稳定 这个是 比较困难 因为很多国家说不行 欧盟领导人意识到欧洲 东部一体化对欧盟 是有用的 但是会太急 冯德罗瓦也说 欧洲大陆 每个国家的稳定影响着欧盟本身的稳定 但是现在这样已经是不稳定 因为有人就出来拆台 他也说如果我们 联盟没有足够拉近 后选国的距离 其他国家就会补偿 其实他就是指俄罗斯 另外 另外一个 赌米首星之一 对华英派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也说 我们要不断扩大才行 否则 整个欧洲 就是 变得脆弱 但是你不断扩大会令到内部先分裂 现在已经散散了 除了在匈牙利之外 多个国家也曾经反对 不可以被捷径 因为我们看上一个加入欧盟国家 就是 克罗地亚 台湾就叫克罗埃西亚 就是13年加入 欧盟的最后一个国家 就是上一个 用了10年时间 土耳其、阿尔巴尼亚 北马其顿等等候选国 在长达10年以上 土耳其等了20多年 20多年 但是对于很多欧盟成国来说 土耳其的加入 已经是名存实亡 其实欧洲议会的土耳其事务报告也都说 欧洲存在土耳其的疲劳 你对他存在疲劳 他也对你存在疲劳 不要在谷 没错 除了候选国之外 一些欧盟国家 已经对于 摩尔多亚等等的国家 现在说波克都给他入 波克都给 这样就好像 不是那么好 也有很大的意见 荷兰就说 这两个国家日盟不能走捷径 另外新当选的 斯洛伐克总理 也说 你这样不行 因为 他们对于欧盟增加对乌克兰财政支援 也还有意见 欧尔班最明显的 很远 你们 你们 在差几岗年 慢慢等 意思就是 其实 加入欧盟是一个相当 漫长的谈判 即使欧盟正式启动 和 摩尔多亚 还有乌克兰的谈判 其实也是需要一个艰辛的改革才行 当然现在战争当中 大家什么都说肯 但是 战争过去 业程过去 究竟会怎样 我真的不知道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拜拜